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接下来要回到的四面处 第一叫深面处 什么意思就是观深不尽 这里面有去看 有些明星好像自己很干净 有些女的女明星觉得自己很干净 所以很多男的去爱女的女的去爱男的 实际上佛杂叫我们不要去贪人间的色 就是让我们要深面处要观深不尽 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是很脏的 洗不干净的 你们都吃过那种田螺吧 你把它吸出来的块肉之后 它后面是不是沾了一点它的粪便呢 听懂了吗 你说观深不尽 就是菩萨叫我们时刻 你不要去耗舌 不要去想 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很干净 你的肉体的色身啊 五脏六腑啊 你的皮肉百骸啊 七巧寒泪啊 你想想看你的七孔啊 多脏啊 鼻有鼻屎 也有眼屎 还有眼屎 头发有头皮屑 突不突出来里面是痰 你去看那些明星 你不看他鼻孔啊 你不鼻孔 你看里面都是鼻屎啊 菩萨就是跟我们说 你不要说上面了 你去说下面就不痰了 就是说不要去贪恋这些男女之色 要我们要不尽管啊 你说小便大便都脏啊 又臭又脏啊 死掉之后呢 皮肉都腐烂 臭水啊 湿水臭意啊 你们想想看 一个动物死掉之后臭不臭啊 因为人死掉 尸体都会腐烂的啊 你买块肉回来 你不放在冰箱里 它也会臭得来 整个房间都是的 就是菩萨告诉我们 你们啊 不要去贪这种美色女色 你们生的念头啊 要干净 要知道自己身体不干净 所以你才想去干净 你用这种 生念头这种观生不尽 你就可以消掉你很多对女色的贪 你看一个男人很漂亮 很美很好看的 帅哥啦 某某某某某什么 构心啊 不得了嘞 你去到耳朵里去看一看 你想想看你还爱得起来嘛 所以菩萨让我们不尽管 某的时候 人的脸不干净 就是你的相貌 因为以后你的脸还会成为白骨一对 你爱什么 爱到最后爱白骨一对呀 你这样想看 死掉的人像鬼一样的 所以我们澳大利亚 为什么很多华人 对西方人不尊敬 叫他们鬼老啊 不好啊 为什么老了之后 很可怕的那个脸啊 所以啊 这是第一个叫生念处 叫观生不尽 第二个叫受念处 叫观受是苦 叫你们要看出来 人出胎 就是生出来之后啊 人就是在吃苦啊 对吧 不会讲话呀 难受啊 心里有感觉呀 冷的嘞 热的嘞 只会哭啊 话讲不出来呀 冷的时候 就像把刀在割身体一样啊 就是现在冬天早上叫你们起来 你们的衣服穿上去的时候 是不是像豆哥一样冷吗 就是这个道理呀 你看到做人 要长大之后 要做多少事情 又要谋劳动啊 然后又要生老病死啊 又要烦恼啊 贪求不得呀 爱别离苦啊 冤家对头啊 要想的得不到 要不想的偏偏看见 天灾人祸 七情六欲 无不是苦啊 所以要你们看到了 你们的受 就是在人间的感受 那是苦啊 最后大梦一场 最后大梦一场 荣华故会 也是如过眼云烟 无常苦空啊 第三 叫心念处 叫观心无常 你们的心 要观心无常 心因为 人无时无刻 不在变化 今天对你好 明天对你不好 人都有心 活在这个世界上 只要你有一个肉身 他的心就会在里面 所以 早上这么想 晚上这么想 一会儿开心 一会儿笑 一会儿要瘫 一会儿要瘫 实在早上瘫不到 还希望晚上做个梦 上天 陆地 在梦中 还要一会儿 噩梦 一会儿开心的梦 时刻都在变 所以人活在世界上 屠三告诉我们 你的心念啊 这个地方啊 你要看到啊 你的心 那是无常的 都在变化呀 一直在变化 没有停过的 我问你们 你们活到这么大 你们说你们 心变过吗 你们那个时候 结婚的时候 叫海枯斯烂 心不变的啊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要观自己的心 那是时刻在变化的 它是无常的 永远没有永恒的 所以你们这些孩子 如果跟师父 离开远一点 时间长一点 你们的心就会变掉 很多人就会退转啊 所以要经常 要看白话 要听师父讲啊 你才能坚强 自己的心念啊 所以夫妻之间 也是要经常沟通 才能保证 你们的长久啊 跟孩子也要老是沟通 时间越长 这孩子跟你都会变掉 所以人因为是无常的心啊 所以什么东西都 不长的 不长久的 你们生出来身体多好 怎么现在身体不好了 你们生出来的时候 头发是黑的 怎么现在变白了 年轻的时候 牙齿这么整齐 现在怎么牙齿都没有了 第四 叫法念处 观法无我 法是什么 明理 明白这些道理 你看到了佛法之后 你要知道 这个世界上没有我的 这个我是假的 你们生出来之后 你是谁啊 不给你起个名字 你知道你是谁啊 我今天给你起一个胖子 你可能一辈子名字 人家就叫你个胖子 我今天给你起个胖小子 你就一辈子就叫个胖小子 听懂了吗 就这么简单 名字都是加上去的 所以没有一个我 但是每个人都执着 那是个我字 所以法念处什么 你要知道 没有我的 无我的 观这个法 就这个世间法 它是无我的 你不知道哪个是我的 你说眼睛是你的 鼻子又是我的 那个你说眼睛是我的 鼻子又是谁呢 你说鼻子是我的呢 舌头呢 耳朵又是谁的呢 全部都是宇宙万物 所以根本万事万物 都找不出一个主宰具体的我字 所以菩萨告诉我们 我没有了 这个世界对你来讲 就是平等的 这个是我的 我受到气 凭什么 我为什么要这样啊 你生气了 你难过 你就死掉了 我不买仗 我就熬不住我这口气 好了 你又出事了 没有我了 无我了 我问你们 你们睡觉 要是睡得好的话 是不是无我了 如果你今天晚上 我要睡好 可能睡不好 你累的呢 什么都不想了 我都没有了 躺下去就睡了 是不是无我了 所以这个就叫四念处 师父给你们讲的 我们学佛人要以慧为己 以智慧 因为只有有智慧 你的身心法受 全部能够住于一个地方 四个念头 全部住在一个地方 叫身受心法 所有的念头 全部集中起来了 就叫四念处 以后你们 跑出去人家问你们 四念处叫什么 你们就知道了